真是大开眼界了 一个废弃的油桶经过小伙一番神奇的打造 竟然变成买不起的奢侈物 成品一出瞬间震撼全场 让人不得不佩服 小伙先是在油桶上粘贴了一圈纸胶带 紧接着沿着胶带用砂轮机 将油桶彻底分为两半 取出稍短的一半油桶 顶端和边缘均匀地喷上一层脱漆剂 再将表面的油漆全部取出 将顶端的盖子焊接固定在一起 取出一个椭圆形的纸片模具放在侧面 沿着纸片喷上一层黑色油漆 再用电锯沿着线条边缘 切割出一个椭圆形镂空造型 将油桶悬挂起来 底部朝外均匀地喷上一层银色油漆 油桶的侧面全部也要喷洒到位 整整齐齐地装饰一番 紧接着用电钻在铁桶底部钻出卡口 安装上黑色桌腿 四个脚用锚钉固定结实 边缘的开口处在安装上塑料密封条 进行最终的装饰 手艺人非常的辛苦 如果您觉得小伙的手艺还不错 麻烦长按点赞三秒 强烈推荐支持一下 非常感谢 小伙用沙轮机沿着纸胶带 进行一番裁切加工 火星四件场面相当壮观 铁桶被彻底分开之后 小伙再从边缘处切割出一个长方形开口 从两侧进行切割 加工成椭圆形 油桶的边缘处 整整齐齐地喷洒上一遍拖漆剂 等待片刻后 明显已经有了反应 这个时候 只要使用铁片轻轻一铲 就能将所有的油漆全部去掉 再用抹布进行最后的擦拭清洗 加工完成后 将圆形铁管焊接在铁桶的内部做支撑 两侧的焊接上一根固定结实 底部焊接上十字角做支撑 铁桶边缘整整齐齐地喷洒 以便银色自喷漆 将铁桶装饰的崭新明亮 铁桶内圈的边缘处 喷洒上一遍黑色自喷漆做装饰 小伙取出了一个木板 在顶端画出一圈圆形标记 用电锯沿着线条切割出造型 顶端喷洒上一层粘胶 紧紧地粘贴在海绵上 固定结实后 用刻刀沿着海绵的边缘切割出造型 底部和边缘处包裹上一层织物 一番包裹固定紧实 再将多余的布条全部剪掉 再安装固定上布条拉环 放入油桶内 边缘处安装上塑料保护垫 防止在使用的过程中导致物伤 这样一番加工 一个桌子和两个油桶沙发就大功告成了 怎么样 是不是非常的漂亮 十分的有格调 不但造型美观 内部还有储物空间 这样的沙发您觉得如何 如果让您开个架 您觉得这一套沙发值多少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下期我们精彩继续